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一款魂动罗的改版啊这个改版呢具体更改了什么东西啊那进入游戏给大家演示一下 呃更改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啊 好直接就可以选过啊咱们从第一关开始 好的那么这个游戏更改的地方啊一是出门你就有最好的散弹的加速啊 加速的散弹啊这是最好的而且呢这个火力比咱们小时候玩的散弹S要强啊 因为咱们小时候玩的散弹呢啊你屏幕上只能存在两排啊两排子弹 但是呢这个版本啊你可以出现三排也说火力非常强 另外一点呢就是所有的的boss啊小编也好啊最终boss也好都是一枪秒杀 啊全是一枪啊一枪就可以干掉 这样咱们通关的速度也很也会很快 然后呢呃第三关还有一个特别的过关的方法啊具体到那关之后给大家演示 那个过关的方法这是毁三关啊 那么一枪这种一枪必杀具体合不合理呢因为对面啊打咱们也是一枪必杀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的一枪干掉 哦对面也是啊合情合理的是吧啊直接就撸掉了啊一枪 第二关啊第二关能看出火力强了啊 同屏的子弹数啊非常的多 好的 就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不露头啊他如果露头的话咱们很刻骨关 阶级版本的红多罗一代呢啊第二关和第四关都是现实的 啊这关如果没有最开始啊那东西挡着呢 我已经到这了啊 在这里啊我本来以为刚开始中间那东西是无敌的啊后来啊有水友告诉他大叔他是怎么不无敌的呢 一旦旁边那个小炮啊开枪了啊他就不无敌了 好的 这就干掉了啊 好的第三关啊重点来了第三关 跟大家说一下正确的过关方式啊 来这样飞过去 一边飞的时候呢要一边保护自己啊 这样可以保证你飞得很有效率 好的 好的 这样打起来非常快啊 张嘴啊张嘴啊 还不敢张嘴 第四关 第四关打起来肯定比第二关 要快啊 效率上要比第二关快 但实际上第四关的 这种关卡数应该比第二关要多 因为第四关呢他不是通过那种 硬铁保护的 他实际上呢是通过外边有一层你可以打的皮 来那个在半空啊你必须小跳啊 跳跃到低空可以把它打掉 不理他啊不理他 不理他啊不理他 继续往前打啊这简直对无敌啊 都不用开无敌啊 哦第四关的关卡数确实比较多啊 咱们这已经是秒来秒去了 还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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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慢 可以显示更多的人数啊现在是四个 那一般小时候玩的版本啊四个就到头了啊最多就显示这四个徽章 看起来这个改版可以显示更多 但是没什么用啊是不是 因为咱们也不消耗这个东西 也不消耗勋章啊 他发射了一个子弹啊这关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啊啊对面发射的子弹呢是粉色的啊在暴风雪里呢可以区别一下 好的到了打坦克这打坦克这呢如果你是初始的火力的话啊如果你的手柄没有连发你打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当年的在大陆的所有的FC的盗版游戏机啊一般都是带有连发功能的啊啊其实原版是不带的 如果你用的是原版的FC的游戏机的话呢那你玩这关呢如果用初始的火力比较痛苦好的啊咱们看左上角显示了 五个五门勋章 哇这还有个小炮啊 给我感觉是快到关底了 这关的关底啊你别说一GP杀了他本身就嗯不是很扛打 你用初始的火力啊他出了一次也就贵了 我感觉啊我感觉我就挂了个边他就已经贵了 好的第六关啊 第六关这关有的地方有bug啊 就是有的地方容易直接啊掉下去就在喷火的那个位置啊 小的时候遇到过 我得先喷一下我才敢过啊 烧一下也疼啊是吧 哎这个无敌可以吃 好的啊这一下就可以坚持到关底啊 好的啊这一下就可以坚持到关底啊 我记得我想一下大叔之前玩过一个版本那个版本的吃到无敌之后呢啊可以坚持的距离更长 哎 boost了 这个boost 小时候玩这玩这关的时候啊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从能从他脑袋上跳过去啊 好的左上角已经六枚勋章了 第七关 第七关主要是钉板啊 主要是这个钉板 爪子这个东西呢有一个地方不是很规律啊那尽量要避免从那走 啊这可以跳到丢板上面去啊 可以利用一个呃说不上是bug吧不一定是bug 我一开枪啊都容易造成那个卡顿啊 好的啊吃上 这样可以往前趟一阵啊浪一会儿 啊这里啊一定要从上面走啊一定要从上面走 下边那个爪子啊 呃没有什么规律我感觉 挠起人来有的时候啊 所以说呢呃不太愿意从下面走 也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啊正常正常的话呃游戏不应该出现这种这种设定吧 啊 啊阶级版的这里呢 这个爪子的呃方式啊是不太一样的啊 他抓人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好危险啊 啊 这个boss也是啊这个boss也是 那其实呢呃如果不是一击必杀的呢 您可以在这里一下把他打死啊 好的第八关 咱们上面这是几枚勋章 啊这里呢就可以啊利用这一下啊把这个b往前多撑一会儿 这样无敌的时间会长一些 应该是个s吧 可惜咱们已经呃 不用他啊 因为他只有两排 两排的子弹 咱们的s是三排的而且是加快的 已经加了一排人了啊 呃可惜我 不知道他最多能加到多少啊 因为这个 呃 npc不太够用了 好的过关 这样咱们就通关了啊 呃 那这个版本呢整体来说啊更改的应该说是趋向于无敌了吧 因为毕竟是一击必杀 然后第三关那里呢可以利用本身一个浮空的bug啊 一直浮到 关底啊 那关呢总体来说是这个改版的亮点吧 因为作者呢不仅要对人物的跳跃的性能进行更改 还要对游戏的卷轴的机制啊进行更改 那好吧 那这样一款比较爽快的 呃 怀旧版的魂多罗的改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啊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